大哥 你别想不开啊 要是从这里摔下去 会变成番茄酱的 你别诅咒我 我好着呢 那就你自己一炷番茄 在那么危险的地方 难道是在倒立吗 我也不知道 我从出生就像这样种在这里了 长得倒是还挺好 这你们就不懂了吧 我是特意这样种的 你倒是说说看 为什么要这样种我啊 明明其他的番茄都是正着栽在阳台上的 别这么斤斤计较 我又没有亏待你 你这不是长得挺好的吗 我看你就是为了节省空间 阳台没地方了 才向方设法的把我动到这儿来 谁说的 虽然这样种番茄确实能节省空间 但也能让你360度受光 增进你的受风空间 从而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再说了 豹灾番茄需要格外注意水分控制 可一点也不省事 把你养得这么好 我容易吗我 不好意思 是我误会你了 兄弟你老家是哪来啊 关你什么事啊 是地海拔大棚种植的 我知道你 是就是 你又是谁 有啥背景啊 我老家云南的 我是云南高山蓝莓 我们那儿阳光丑茹 昼夜温差大 我们的营养成分 只是比你们普通的蓝莓要高一些 你吹牛吧 能有多高 也就几倍吧 凡尔赛 我个头饱满 没有工业污染 不打辣 不推熟 不染色的 可以说是天生丽质 外子还包裹着白色果粉 新鲜得不得了 不像你 得需要些科技和狠活吧 我 我也有优点啊 花青素 深受女星喜爱 我的花青素很高啊 干我比花青素 你感觉也太肥了 我的花青素 也是你们的好几倍了 对对对 还是买点云南高山蓝莓给老婆吃 果香浓郁 猫口保汁 花青素含量高 老婆肯定会喜欢 这些东西 你要拿去扔掉吗 是啊 都是一些厨余垃圾 也没什么用了 那多浪费啊 这么多骨头 拿来给我做花肥多好 啊 吃剩的骨头还能用来做花肥 瞬间感觉自己错过一个亿 瞧你那没见过失眠的样子 不仅能做 而且超级简单 我就勉为其难教教你吧 明明是你自己有求于人 居然还这么趾高气昂 我看我还是拿去扔掉好了 别啊 我错了还不行吗 那你快说说 应该怎么做 首先把骨头装进高压锅里 蒸三十分钟 然后敲碎 都放进高压锅里蒸那么久了 这骨头敲起来 怎么还是这么费劲 钱麻烦 你给我去买脱脂骨粉呗 花店里有现成的 算了吧 我可没钱 然后要怎么办 把骨头蟹和河沙 按三比一的比例 拌匀放进花盆底部 最后在上面垫一层土 就完成了 我感觉我又重新充满了力量 够能吃啊 这有什么不能吃的 我平时累了就爱嚼一颗基地神 特别有用 再说 冰朗可是纯天然之物 比香烟什么的健康多了 你觉得精神是因为冰朗里含有的生物碱 能够一定程度缓解精神紧张 提神醒脑 感到兴奋和满足 那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还不让吃啊 这样的兴奋和满足 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种生物碱会让你上瘾 变得越来越离不开 而且咀嚼冰朗会损伤口腔粘膜 经常吃冰朗 也会容易导致口腔溃疡 口腔溃疡嘛 过两天就好了 又不是什么大问题 远远不止这样啊 冰朗不仅被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致癌物清单 列为一类致癌物 而且在很多国家都被禁止销售 你难道想以后把脸割掉来保命吗 我不要疼癌症 我不要割脸 我再也不吃冰朗了 听听听 你这是干嘛 你问问着问 感觉都变质了 不仅留着还有啥用啊 咋这么败家 用我做个盆景 美化一下环境不是更好 椰子还能做盆景 怕不是糊弄我吧 听歌的 歌不骗人 首先你先把我外部的硬壳去掉 用水泡一晚上 当心失败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然后再准备一个大的自分袋 里面装上一杯水 再把我放进去 你想憋死我 你不知道留个透气孔啊 哼 你不早说 注意透气孔朝上啊 这样我才好发芽生根啊 能不能别大喘气 一次说完不行啊 其他没了 把我放在温暖的地方 等我满满发育吧 我真发芽生根了 再然后咋弄啊 你个人类还不如我一个椰子啊 喷灾喷灾 没喷能行吗 赶紧把我移栽到合适的盆里啊 对对对 还别说 这椰子喷灾看着还真不赖啊 感觉又剩了一大笔啊 可比老王家的香椰好香啊 悄悄摘点回去炒鸡蛋 昨儿买的香椰还剩一点 一起炒 这种药算了 要命啊 我花大价钱买的 咋要命了 有毒啊 别咋乱喷人呢你 不讲武德啊 没喷你 我们香椰发芽初期的硝酸盐含量较低 越长大硝酸盐含量越多 香椰越嫩越好 将来储藏中产生的亚硝酸盐也越少 你这亚硝酸盐可多了 正眼说瞎话 这致癌的东西我咋会有 香椰摘下来要立刻使用 你这买回来的经过长时间运输 亚硝酸盐含量已经上升了 瞧你这叶子 一碰就掉 亚硝酸盐可多了 看来我的毒素已经侵入五脏六腑了 还是扔掉吧 开始炒香椿鸡蛋 炒啥鸡啊 我得先焯水才能炒 焯水就老了 我要吃嫩的 焯水可以去掉大部分的亚硝酸盐和硝酸盐 这样更健康啊 好的 记住了 吃香椿一定要先焯水 嗨 老兄 你好啊 哇 这么大一片竹林 应该已经长在这里很久了吧 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 别看你就是个宅男 我都已经到这里来三年了 你居然不认识我 才三年 你看起来像至少长了三十年了 我长得快着呢 一天就可能长高一米 可不像有些树 多少年都不长个 肯定是营养不留 你难道不也是树吗 别看我长得高就乱说啊 我可是治二八江的河本科植物 是草 你还不好意思承认呀 你虽然比一般的树细一些 那也不能说自己是草啊 你怎么还不信啊 它们树都是有年轮的 我身体里面全是空的不说 而且一开花 我就要咕死了 不对啊 那竹笋是哪来的 竹笋又不是我身上长的 它是我结的竹笋 掉在地上才重新长出来的 不过我听说我有个亲戚离竹会结果 你可以去找他俩俩 快别玩了 把你那游戏暂停一下 先吃饭 哎呀 记什么 等会我就吃饭 你懂什么 饭菜就是要趁热吃 不仅味道更美 而且暖胃又暖心 快吃 这也实在太烫了 等凉了 里面肯定全是细菌 吃了会拉肚子的 你看 这上面说 正常口腔食管耐受的最高温度 为50摄氏度至60摄氏度 而刚出锅的饭菜 温度是体温的两到三倍左右 过高温度不仅会损伤口腔 还会烫伤食管粘膜 这肯定是瞎编的 不然我吃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一点事都没有 那是因为受伤的食管粘膜 有自我修复的功能 那不就是没事吗 虽然可以自我修复 但如果反复进食过热的食物 会是破损的食道粘膜 不能及时预合 慢慢的 还可能演变成食道癌 那我们以后 还是等饭菜放凉了再吃吧 过热的饭菜 对牙龈和牙齿也有害处 才会引起过敏性牙痛 和牙龈溃烂呢 再合适的温度 慢慢吃就行了 否则对身体造成伤害 反而得不偿失 老板 来分鸭血 好累 新鲜的鸭血 吃火锅必点 好新鲜哦 真的真的 刚对的 什么 刚对的 假鸭血啊 哎呀 别去再胡说 我没胡说 做一份鸭血太简单了 准备一个容器 往里倒一千克纯净水 十克食用盐 一百克纯牛奶 等等 为啥要放纯牛奶 哎呀 商家的基本操作 这你都不懂 我 我 我懂个锤子 最后 倒五百克鲜鸭血浆 用筷子朝着同一个方向 搅拌三十秒 静止等待二十分钟 一份完美无瑕的鸭血 可就做好了吗 完美的 我都被糊弄了 这全是水 感情这鸭血是水货 我要吃真鸭血 鸭血产量低 没跟你混着吃别的 都咕错了 你赶紧闭嘴吧 醒着老母鸡 咕咕咕咕的 哦 母鸡 那你这鲜血浆 真是鸭血浆吗 不是其他的吧 嘿嘿嘿 你说呢 哎 我生的如此美梦 要是能活个三五年就好了 哎 大哥 你别做白日梦了 想活更久 先四十五度斜紧根部 增加吸水面积 再 停 我这根筋 为了吃奶的力气 才长起来的 我不点 哎 手哥 给我剪杯 我先试试 好呀 再剪掉多余叶子 免得腐烂在水里 破坏水质 新手多了 哎呦 光秃秃 丑不垃圾的 你们还需要勤换水 修剪清洗根部 清洗花瓶 这样能减少细菌滋生 哎 撒比影孩子还费劲 你们身子弱 动不动就枯萎 还得添加保鲜剂的 我才不要科技与狠活 天然才能活更久 给我给我 我啥都要 我咋念成这样啊 哎 大哥 咱还得相信科学 才能活更久啊 哎 别说了 按肠子都毁精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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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